身中陣營,或者大陸方面,又或者揣摩大陸的意识下面的社团,江湖组织,或者收买了的,就整个国会纵火岸,这些一定是这样的,是吧? 当然,这些行为是不合法,在香港也不值得提倡,但是你整个占领的行为是一个政治的社运,或者是救命。 所以冲击这些立法会打破玻璃,也是一种政治的,当然知道是犯法,这些人,是吧? 不过现在在一个政治的层面,就变成了,你一直说他是犯法,这些是暴力,应该执法,我觉得是废话,应该怎么做我们? 我们没有收到政府的钱,也没有说有什么的义务要在这里呼吁,但是我就会指出这些是刑事的犯法行为。 所以这个占领,或者占中到现在,我想很多的民意又说反对,又应该收档,也有很多人都劝谈是否应该告一段落呢? 我一早就说了,占中他想达到目的是不会成功,但是他们会赢,现在已经赢了,因为你今天,今晚就算全部收了帐帐回家,这个香港已经陷于一个不可管治的地步。 当然,你可以罵梁振英怎样归宿,现在已经赢了法院来,由这个执达利治港,警察都走到一旁。 但是梁振英也一早已经说过,这些说话要公道一些。 这个2017的普选,完全是由中国去决定的,他是没有主持权的。 那你可以说他,哦,他当初交错误的报告,误道中央。 这个误道呢,我认为是不成,误道呢,即是假设上面,中央人民政府又盲又盲又聋又啞又老人思亡, 平时是完全不知道香港的民意或者政治形势。 不如看,你是呢,你瓜里面说,谁人,谁人? 买个报告上来,哦,哦,哦,请他进来,哦,哦,啊, 啊? 哦,香港不如是这样的。 许英秀啊,高鲁权啊,勞敦啊那些呢,呢, 奴敦啊,那些呢? 穿着长衣招一招,哦, 哦,好,哦, 你说怎么怎么怎么? 假設那個所謂的阿爺是處於一種昏庸老柳的狀態 就被梁振英、林鄭月娥去騙 我想如果你相信這種說法 你們是自己騙自己的 所以梁振英閃開 我認為如果打公仔來說我是他 我也會閃開 你叫我怎樣? 你叫我怎樣? 沒什麼怎樣 補充報告也好 什麼都好 是沒有效的 因為上面拍了版 張德光、習近平、港澳版、西華 已經是三重落閘 這個報告就算當初他怎樣寫都好 天花龍鳳都好 得到的都是三重落閘 那你叫梁振英閃他的頭出來 給我是他 我都縮 這個是根本中國方面和香港之間的問題 是嗎? 那還有 起碼不用解了嘛 那五千萬 哪裡啊? 是吧? 就是當時他所得到的叫 英文叫 collectual damage 是被人爆五千萬 那五千萬不用解而已 不是要回水 不用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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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回水就可以了 是吧? 你就是罵了 罵來罵來罵 我是特首 你吹嗎? 我現在說 沒有法律問題 沒有道德問題 就是沒有了 再加上 董建華也幫口說沒有 那夠了嗎? 夠不夠? 我老闆說要不要張德光 習近平出口說沒有 那就叫三武三落閘 那我老闆說沒事 當然沒事 沒事 他老闆 董建華也說梁振英沒事 那就是沒事 梁振英說自己沒事 他老闆說我沒事就沒事 這個也不能追究 所以現在香港 你說陷入政治癱瘓不可管治 那你說哪個責任 這個很明顯 你說罵了梁振英 我也覺得 當然你在這個宿命的關口那裏 就是剛剛王振英做特首 當然你說他有沒有責任 我不敢說他沒有責任 但主要的責任 就不是他 如果你說 上面有鬆動 你以為他想做歷史罪人 他也領這個公職 他領這個公職 不用怕 現在開閘了 開閘了 三重閘 你給我撬爛了兩重 如果我是梁振英 如果可以 幾大都出來 當然 他明知道不行 而且人人都知道不行 親中愛國人都知道不行 所以現在就演變成 那接著香港 你就收了那些帳篷回去 不可管治 癱瘓 就是我們昨天說中完風之後 舊飯已經縮了蝴蝶與潛水中 你有沒有看到 有 有一刀劍 正常 望來八百一九零三多個 有 笑臥江 光明頂 中風危機解密 在我身邊有中風基金會主席 方道山醫生在這裡 醫生有一種叫小中風 小中風對很多人來說 有這麼多陌生的 那中風就是中風 有什麼大小的 中風者其實是一個很短暫的中風 似乎在幾個小時之外 完全沒有事一樣 那大家覺得 這次非常幸運 小中風 但我們很強調 這個是一個警號 提醒你 你應該檢查一下 有沒有一些情況之下 你需要調整 以防止你以後 真是一個大的中風出現 想知更多有關於中風的資訊 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 下午十二點半到一點的 中風危機解密 院子健會請來醫生 和各方面的專家 和大家講解 有關中風的各種知識 中風危機解密 由中風基金突約播出 登入交通銀行網站 欣賞全新香港分行 香港80週年電視廣告系列 世衛值得香港人 自豪和堅信的價值 巴士車長專線 由九巴站 傻播出 從事體力勞動的散工 上班不定時 又可能傷身 又怕沒有時間陪家人 阿山就是想改變這種生活 所以他就轉行做了九巴車長 之前我是做官屋公司的 那些貴重事或什麼 壓力就非常之大 因為是怕打破 比如說是銘牌公盒 或者清朝的帳額 類似的古董那些 收入方面 因為是日生制 所以收入很不肯定 還有假期 星期六日 連接要開工 所以很少和家人見面 因為是本來用的 就是零腰骨 受損就很嚴重 就越來越嚴重 這樣我剛才是雞肉九巴 就發現了 當時又很穩定 還有多點時間和家人見面 你都想成為九巴車長 快點打27868708申請 巴士車長專線 由九巴贊助播出 指點江山 笑傲江湖 光明靚 陶傑 葉輝 所以一旦爆發佔中 我剛才說的 你說搞立法會 這些衝擊進去 這個香港是一個刑事行為 但是你在政治層 南韓 台北的太陽花運動 發生過 是 這個社會科學定律 你這些群眾運動 又沒有組織 沒有什麼組織 也沒有明顯的領袖 叫都叫不住 是吧 所以你說這些劉偉興泛 我跟他劃穿界線 是好笑的 本來就沒有界線 本來你也不是他 他也不是你 本來你說話 他也不會聽 他說話 你也不會贊成 是吧 就是大大地 大大地有趙田雞 有這個叫做 胸口碎大石 有生食滾油 也有猴子氣 我當作有四檔 也有講故事 也有潛野玩 陸檔 那現在陸檔 他沒有一個叫做 大大地的 亂亂 的地主 在那裡 趙田雞的就是趙田雞 不准隻手在那裡 東摩西摩 搞搞振 打荷包 喝這個 這個胸口碎大石 叫吳光 你記得嗎 記得 只可以扔三下 三下 就要起來 收拾 沒有人統籌 現在這麼多檔 就突然間 生喝滾油 那個 就不喝滾油 把滾油 就噴下去了 那個 這個 這個大大地 那個城管 主任那裡 那你關我趙田雞的鬼事 嗯 我在那裡沒有趙田雞 我 我很 守法 在那裡說 哎 葉先生 你今天好氣息啊 來來來 坐下 那個叫做 廣古佬的又在說 心口碎大石 又在碎 又何來劃青界線 本來 國不相關 說什麼有事 是這樣的 一到 人家說 整個大大地的好東西啊 全部都是 能仁義士都有 好似自己的 和好長龍 大家都有份 大家都有份 所以 但是一有 滾油六親人 不居外處 是他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 香港我想近來 二十年來 太過 溫樂茶飯 也俗稱說 很多人沒見過 大蛇阿療 哈哈 喂 你為什麼要劃青界線 本來 本來 本來就有很多界線 不是應該要修正一點 本來已經有很多界線 不用劃都清了 哈哈 所以這個 是這樣的發展 是社會科學的必然 的 定律 沒有才是奇 而且這麼遲才會發生 我也覺得有一點點意外 應該早就這樣 五十幾天 是 已經算 至於你說他暴徒 這些是一些政治性的 情緒的稱呼 等於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 那些學生 火燒趙家頭 我也覺得他是暴徒 是 那班 是吧 去毆打 張宗祥 曹宇林 這些不得的學生 他們都是暴徒 好了 新聞回來再說 人結地零 光明頂 下雨 多數男人到中聯 晚上睡覺 整天要起床去廁所 很難忍 中國科學院的中科番茄紅素 真是幫到我 他是以高科技提取番茄精華 百分之百天然成份 有助舒緩相關症狀 做男人 晚上睡得好 很重要的 我都已經吃緊 大家還不快點萬零買 查詢 二八七七 零八二二 天天一粒 夜晚不用整天起床去廁所 中科番茄紅素 可不可以為創意 捱耗底夜 可不可以 給客人reject十次都繼續衝 可不可以 由天光做到天光光 可不可以 為了好東西 打到昨日的自己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怎樣都幫客人想碟 可不可以 好東西出到街 只要相信 就可做到 一個 CAN的精神 令香港三十年來 成就無數精彩廣告 今年第三十屆 金凡廣告大獎 香港廣告商會主辦 可不可以 大力支持 當然 不可以 一如松定 雷霆八八一 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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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達通在29個指定港鐵車站出閘 即享車費七五折優惠 雷霆881 新聞報道 現在還有人出於啟謙報告新聞 學聯譴責示威者凌晨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漏 學聯秘書長周榮康晚上在今中的集會表示 凌晨的衝擊有人發布錯誤訊息 令人以為立法會今天審議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應予以譴責 他說 各個占領區都討論升級行動的可能性 包括立法會議員辭職 引發變相公投 應相定出行動的時機和行動次序 占領人士在每次行動 也都應該清楚交代政治倫理和行動細節 以及對行動承擔手任 學聯譴責秘書長神武輝指 令神衝擊立法會的行動目的 不明確 也都存在誤道 學聯不同意 也都有保留 對於有人計劃 嘗試到內地闖關 測試會否被拒入境 周榮康指 學聯現在討論會否參與 但知道有曾經參加雨傘運動人士被拒入境 安全問題 徒原有不法雙人將咖啡 蛋糕 冷藏雞腿和醬汁等超過300種食品 包裝上的有效日期選改 再賣給OK便利店 白朗咖啡連鎖餐廳和汽車雷管等 客戶多達4,000間 徒原院衛生局經已查網涉及的針摩公司和情康食品公司 在工場構查大批食品 相信違法行為最少兩年 經已勒令停止製造 並繼續進入調查 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表示 針摩公司的咖啡粉標示為100年1月到期 有效期3年 換言之生產日期是明明初 至於程康公司將過期的白色雜錦醬和雞腿標示為未過期 又以過期的芋頭香精製成香草糊泥出售 日本和都盟在緬甸召開首次防藏會議 同意在海洋安全及災害救助等領域加分合作 並呼籲根據國際法解決海洋紛爭 日本防衛相江速江道聰德在會上表示 如今經已並非各國家可以守護地區和平的時代 日本計劃向都盟提供裝備及技術 安倍政府4月取消禁止武器出口政策 允許出口防衛裝備 美國和中國由2011年開始 分別與東盟召開防長會議 日本是第三個與東盟舉行防長會議的國家 這次新聞報告完 天氣報告 東北季後風今天為華南沿岸帶來晴朗天氣 本港今天大智天晴 但部分地區游煙下 日間天氣乾燥 下週各區相對濕度 保險下降至62%下 預料隨著季後風俗戰會亡 未來幾天 廣東沿岸氣溫會逐步回升 本港地區明天天氣預測 早上部分時間多雲 有一兩則明雨 日間大智天晴 天氣乾燥 氣溫介乎19至14度 吹和換東至東北風 離岸風世間中清靜 天氣自望 最後幾天部分時間有陽光 氣溫逐步回升 應時氣溫21度 相對濕度76% 財經Online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17,641點 下跌46點 納斯達克指數 4,674點 下跌28點 在外匯市場 緣對日圓 117.76 對加拿大圓 1.1341 對瑞士發流 0.9584 歐元對美元 1.2531 英港對美元 1.5648 澳元對美元 0.86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848 現貨金價 1,190.75美元 納斯達克指數 74.62美元 上升1美元 倫敦波蘭特指數 78.94美元 上升47美元 這次財經Online 超級半導員 老老實實 周先生 周記做來做去 都做不到年輕人的生意 你不覺得 你做生意的方法 有點勾勾的嗎 周記一向都是做老街坊生意的 你知道 老街坊都會年紀大的 一定要Change 最起碼周記 都做回工 無線上網 方便一下食客 對吧 有競爭才有進步 但是我最怕老周 你一味掛著一城不變 未到有競爭 已經是慘敗一場 空之時廢的 歷史悠久的 人魂裝的 十八樓師座 一語重的 雷亭八八一 老婆我回來了 老公你整股臭煙味 兒子爸爸回來了 原來我吃煙 令到你們這樣咳發 煙仔還是老婆子女 你會怎樣選 會選 一定是這樣選 你有選擇 不想影響自己及家人健康 立即戒煙 打東華三軟戒煙熱線 23328977 乾杯 一喝就知道是波爾多出品 錯了 是全城熱孔 寶加利亞出產的VV 寶加利亞紅酒 你不知道這個是品酒新催世嗎 Sense One Salad 獨家入口各地精品皆洋 王牌推介 寶加利亞頂級紅酒VV 請馬上 sens.com.hk 選選 中風危機解密 在我身邊有中風基金會主席 方杜生醫生在這裡 醫生有一種叫小中風 小中風對於很多人來說 有點陌生 那中風就是中風 有什麼大小 小中風者其實是一個很短暫的中風 似乎在幾個小時之外 完全沒有事一樣 大家覺得這次非常幸運 但我們很強調這個是一個警號 提醒你 你應該檢查一下 有沒有一些情況之下 你需要調整 以防止你以後 真是一個大的中風出現 想知更多有關於中風的資訊 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 下午12點半到1點的 中風危機解密 院子健會請來醫生 和各方面的專家 和大家講解有關中風的各種知識 中風危機解密 由中風基金突約播出 中風危機解密 2015年村代表選舉 和街坊代表選舉 明年一月舉行 如果你符合候選人資格 又想參選 就必須在今年 11月14日至27日期間 親身遞交提名表格 想了解詳情 請致電21521521 挖瀏覽民政事務總署的 鄉郊代表選舉網頁 合資格的人士 不論性別 年齡都歡迎參選 馬路的士 我們的士 阿翔身邊有香港電單車鐵頭皮幹事 何樹浦先生 阿牛 我知道你自己 有三十幾年駕駛電單車的經驗 有甚麼忠告給新手的電單車司機 最重要是保持前車的距離 我們在駕駛的時候 一定要戴安全的頭盔 手襪 如果可以的話 互搶、互塞 一個新手的時候 很大機會有些輕微以外 希望做到最好的保護給大家 我們如果遇到惡劣天氣的話 我們盡可能把行車的距離 跟前車的距離保持再遠一點 早點拖慢的比例 一定很安全地停下車的 星期日早上10點到11點 馬路的士 我們的士 泰家普險 沿路護航 午夜回高峰 煮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 葉輝 在這個時候 香港這一天 有很多值得評論的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 出去巡視這個災場 立法會 打爛玻璃 他當然神識形狀 憂國憂民 對著電視說 打爛玻璃的衝擊 跟佔領人士不同 這個說話 如果由劉慧卿說 何俊銘說 很正常 但是由我們曾主席說 我不免為他有少少擔心 曾生 在共產黨 也就是所謂的阿爺眼中 李曾生這一年半載的言論 已經跟泛民都沒有什麼不同 甚至被擊破他們 講到這裡為止 那講回這個叫做 好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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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我們以後陪著你啊 好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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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上梁山 所以今天簡正 1119跟你TVB 對撼 這個好險 這個英雄氣概 媽媽少年青環 不過等 現在呢 發生了戰中之日 五六十日 是跟未戰中的時候 在香港 我認為是兩個政治形勢的狀態 你啊 黃先生在這個時候開台 憑你一股氣 和一班戰中 和年青人 在政治角度來講 狂烈支持 你今天呢 這個 香港電視開台 已經成為一個政治事件 嗯 在這個狀態 對不對 那更好笑的是 居然這個叫做蘇錦良局長 就以VIP身份 開幕禮到賀 然後幾乎 如果你說那個 香港TV 有一條紅絲帶 他都說那條紅絲帶 他說自己是支持的 那你黃維基 如果我是主家 我就會哈哈好笑 喂 你是局長 你是本法牌 如果你這麼支持 為什麼你當初不給牌我呢 嗯 嗯 那就是梁振英不給啦 梁振英如果不給 你身為梁班子 因為局長 是不是集體責任制 那你走來參加這個 我這個開幕 開幕 一個舞牌的人 一個舞牌的人 那你是什麼意思 你說支持HKTV 那就是你和梁振英不同調 是不是 不同調 為什麼你不辭職 辭了職 你以香港市民身份 來出席 我就無限歡迎 哈哈 哈哈哈哈 他又讓他進來 VIP 捉走 我真的覺得 阿黃聲 不知道他是胸襟特別廣闊 還是 好像都沒有什麼笑容 那種 沒有什麼笑容 是 那你只是一個蘇錦梁振 梁振 的局長身份出現 我都覺得很好笑 因為梁振 是暴調 暴罰一致 是 當日自由黨 有這個辦事處開張 梁特首一聲零下 全部不准道 那我不准道 那現在是怎麼樣 那你局長現在有零零丁丁的去了河皇迷基 那就是梁班子 第一你是散了 第二一定是梁振英派蘇局長來 我去收封了 收封就是臥底 就是進來做奸役 那就請保安請他出去 是不是 收封要不要找個局長不帶來收封 找包偉聰就收封都可以 是不是 不是 這個麗士他剛才的設計 不是真的 不要搞到別人沒了份工 這個蘇局長出席開台禮 都夠滑溪 滑不滑溪 所以香港有多少滑溪事 是不是 你給我 王主席 在這個時候我就不開台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這個時候開台 已經是 整個佔中運動 你變成一個環節 一部分 是不是 一定有人捉你背 將你列為和戰中三子 什麼肥腦禮一黨 一早就已經說了 既然是這樣 如果你成為一個政治風暴裡面的一個環節 將來你怎麼經營 現在口口聲聲說中方 在戰中之後會秋後算帳 報復 是不是 你這個時候裸警 將來列你為報復對象 是可能性的甚高 現在說現在上面只有一把車 不准王偉飛要下廣告 現在誰敢下廣告 是不是 這個風險是不是很高 那我死定了 怎會不死 好了 除了這個可能性 就是說 原來你王偉飛無關 不是這個政治風暴 大陸政府說 現在我就跟你計較了 相反 你在這裡開很多電視台 現在你的劇集這麼正 上面中方或者梁振英 想通了 原來你的電視拍得這麼正 是可以吸引回年輕人去看 甚至有這個叫減壓 泄雄的作用 那就是說我有份維穩 那我為什麼要跟你維穩 你這個牌也不給我 你已經刮了我 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開台 如果這個台成功 是可以吸引到 整班香港年輕人去看電視的話 那我就幫了你 如果我現在幫你 為什麼你當初不幫我 明正延續給我一個牌子呢 是不是 所以除非你說 我現在是電視不信 如果給我 是他 電視不信 拍了十億八億錦牌 拍了十套八套劇 慢慢沽了它 拿著四十億走人 直接撤資 是不是 我寧願去澳洲買個龍場 用一兩億 那裏三幾億呢 去這個 加拿大 Husky 入股 或者看著我們 你長實李先生 那裏 資金去哪裏 我又在那裏侵異 跟著你 跟著你 沒錯 萬平找一隻山板 跟著大船 這樣呢 我包你三五年 四十億不但翻門 而且呢 變八十萬萬萬一百天 你現在這樣 走去 為一口氣 燒銀子 風險極大 是不是 就算沒有風險 調戲更加不舒服 我現在幫你 我為什麼要幫你 是不是 之後拍了那些劇 那又怎樣 如果不開台又怎樣 唉 拍劇 就當我王主席一個人 做歷史英雄賣廣告 抵到難 家傳無曉 將會見歷史大傳 什麼 甚至 提名 不是提名 黃之鋒拿諾貝爾和平獎 提名 黃維基拿諾貝爾和平獎 Candidate之一 抵不抵才 燒了這七八億 抵不抵才 抵得難 這時候 我認為不是求氣 對不對 你可以不同意的 葉翁 我 你覺得 第一 我沒有那麼多錢 第二 你有那麼多錢 我一定不會做這件事 梁振英 你領了五千萬 都趕快收敗 在隔壞上 你見他有沒有投資 當然他現在做特首不投資 一定是硬骨 吃掉他 對不對 是不是 那 即是 你在香港這個時候 你在這個時候 佔中 影響的局勢 已經和大半年前是不同的 不是 大半年前 他給了你 給了你 這個生意正常很多 其實都不正常 即是你 截廣告 什麼 但現在這樣 隨時梁振英 可以封殺 上面又可以繼續封殺 秋後算帳 你變了 隔頭出來 多我目標 那怎麼辦 撐牌嗎 沒有 現在沒得撐了 都開了幕了 可以讓大家看看 對 即是那個內容是怎樣 我不知道 有些 有些人在這裏 又說 那些主角 多偏大 就看看 是不是這個 變了政治事件 你就看看年輕人 我是要看看 是不是 垃圾 我都看 那這個 變成了一個 一個政治的生意 嗯 政治收視率 政治電視台 政治化的劇集 連廖啟致劉家華都政治化 哈哈哈哈 即是對於衝擊立法會打破玻璃 這是不是刑事問題 不是 是政治 不是 除了刑事之外 所以現在樣樣已經加了一層 以後香港不是以前的香港 轉了張 那當然 大家 即是 你一拖拖到五十幾日 大家都已經知道 想回復五十幾日之前那個香港 就很難的了 沒有的了 所以你說 蘇錦良說 叫香港這件事員工加油做多些孔子服 你給個牌子啊 我加油就加得更多 那些節目就更好 是不是 哈哈 那你現在出來就是什麼呢 就是趙紫陽 天安門那隻 我同學們 我來晚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說很好笑 啊 中國式的政治呢 就是這麼荒謬 殘酷 在殘酷之外 還有一個荒謬的 怎樣 就是這些 哦哦哦 好笑啊 你說 不是這種呢 雖然說好笑 好笑啊 但是笑的 嘗嘗一下 嘗嘗一下 飆眼淚那種 那當然 這個是差幾個小時 啊 上次我們一向都這樣說的 你現在 即是九十後 有 零零 在香港來說 現在香港還會有世界 你放心 在這個佔中之後 上面 一定會有一些 措施安撫 說 不廣通之類 但是 你們 這些安撫措施 所有的利益 是不會 道德倒落 基層 高羅大眾 年輕那一代 是沒有的 他想有都不行 因為現在這個 已經世界進入一個 集體大老千的時代 你印銀子 我印銀子 美國有銀子 大陸有銀子 他印開銀子 他的手收不回 蛤蛤蛤蛤 叫做早兩個月 又印多一萬億 我們昨天說過 一百二十萬億的銀幣 好多 那些銀子 印多一萬億 旅校裡面 起碼三千億 有各層貪官的袋 有人說有什麼出奇 日本又印 歐盟又印 日本和歐盟印的銀子 他會令到他自己 費值貶值 是對投資 出口有吸引力 日本印多的銀子 是令香港很多人去浸溫泉便宜了 就不是說 麻生太郎的質 裏面領了藥乾的百分之二 就透過各種渠道 換成美金 在比華麗沙 是製房地產 所以日本印銀子 和大陸印銀子 性質是不同的 你印到銀子 印多一萬 是有三兩千億 演繹為雪梨 香港 這個叫做 溫哥華 羅省 的房地產價格 是會對世界的經濟造成某種的衝擊 所以你說人民幣有沒有可能 美國一邊在 給你國際貨幣自由 對付你 網絡 1903 是否可以 受到他 笑無光無 光明頂 哇 秋風喜 吃辣麵 杜冰冰 有沒有關心家裡的長者 好忙 沒時間 那就幫他登記用 長者安居協會的 治平安服務 給他全天候關懷和支援 重推動良心消費 資助香港的貧病長者免費使用 平安鐘 12月31日前 登記治平安服務 做好事之餘 還可向兩個月免費服務 快打23388 312 到衛信親身體驗啦 隱世劇本 展開兩代爭辭 一葉家書 揭開一代粵劇名編劇家 段段往事 香港話劇團 一葉飛鴻 陳錦泉編劇 鄧偉傑執導 高山劇場 新役開幕致興節目 話劇與粵劇的跨界結合 廖啟智 黃韻才 歐陽俊 和青偉 演繹戲台人生 延續隔世情緣 一葉飛鴻 十二月十八至二十一 高山劇場 票價一百六十至三百六十 城市售票王公開發售 阿美 平日港股已經夠多資訊要消化 滬廣東通了車 加上A股 我看不住了 什麼你不知道 星展豐盛理財證券買賣服務 有高級證券策略顧問 鄧威信和專屬專才 幫你制定覆蓋港股和A股的個人投資策略嗎 現在新舊客戶買入人民幣證券 除了無限免佣 各戶傳入證券 還可香港幣五百元現金禮券 星展銀行帶動亞洲思維 投資涉及風險優惠受條款約束 商業電台24小時為全港市民服務 聽眾於對本台節目有任何意見 歡迎致電2794-4974 或者寄信來九龍廣播到三號商業電台公關報售 全世界的經濟格局進入 叫印銀紙集體老千大紀元 這樣就變成了 銀紙越來越實質上的通脹 所以美國是不會加息 因為它已經是帶頭玩這個老千局的 阿頭 其他跟進 就變成了銀紙的錢這個性質變成 大陸也是加入這個叫印銀紙的競材 所以慢慢必變的定件 形成為磚頭 還有其他的火 例如道鐵 鐵礦 心能這些 全部升值 那就慘了 香港唯一的大輸家 就是每個月 一兩萬元 一萬幾千 等出糧的打工仔 在後戰中時代 是永世不得翻心 你覺得現在賺兩萬元很容易嗎 我當是賺兩萬元很容易 很難的 我當是萬多元 萬多元 你天天看著那些銀紙 你今個月出就是萬二 三個月後 萬二的價值 幣值變成一萬零五百元 真的 再過三個月 九千萬元 那個幣值 因為周圍的東西 不經不覺在起價 你起得最厲害的就是租 租就兩年 任他湯 一年生一年死 這些是說租的屋主那些 店舖也不再話 店舖也不再話 店舖也不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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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說這些年輕一代 好了 到現在老董的智庫 說媽媽是女人 青年問題 沒有人研究 又上不到樓 鬼不知道媽媽是女人 梁振英夠知道上不到樓 你的智庫王于漸教授 後來在嘗試一下 向我們梁班子 買些公屋 以及居屋轉售 裡面保地價 一口拒絕 我們梁班子 不考慮 好套 這些叫過得海就是神仙 但李魯董 整個叫做智庫 來帶我 教我怎麼管治 教我賣公屋 我如果聽 下界特首就是你的智庫裏面的梁錦彤 我死人都頂住了 是不是 這些我全部預覆了 你弄這個智庫向梁振英施壓 教他怎麼管治 你叫他東他就行西方 所以那個王于漸教授叫他呼籲我賣工 我採你 傻了 所以這個未佔中之後不是泛民和年輕人和梁班子 或者叫做中國政府的所謂的矛盾 這些所謂的矛盾變多元性 甚至頂級的矛盾已經是和泛民和這些年輕人的政治對抗 已經沒有關係 是啊 因為這種對抗 不單止是多元性的對抗 不單止是深層次 這個是非常多元的再高層 你看看這幾輪那些人叫反佔中 吹雞 你有沒有聽過反佔中的人說支持梁振英 沒有 一句都沒有 最多是支持警方執法 這個我有一點點擔心 那如果全部都不支持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所以我都說這個香港人陷入半身不遂 至少這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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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下來真的 香港不會玩完的 在某種程度看 從哪個角度來看 那些銀子是在腥貨 怎麼會玩完 就是庫者就一定是庫 Party照開 但是這個難局是繼續難下去的 沒有的 這樣就 如果你現在沒有房子 你等多五年 等多十年都沒有 你等到2047年 兩國一國兩國結束 香港進入共產社會 這樣就大家解決 明晚11點鐘 燈絕嶺看世界 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 商業電台 馬路的士 輕鬆唱序遊 永東旅行社 中山今假期 一路同遊 剛剛走完孫中山古居 阿菲抓了唱序遊 老友陪哥 跟我聊兩句 走完孫中山家 最印象深刻的是什麼呢 這裡很大 如果給我住就好 就看到洗澡缸 很漂亮 我那個年代 應該沒有人有洗澡缸吧 我想 極少 總之它是 很有身份 真正的名人 譚先生 剛才看到你走完孫中山古居 你覺得裡面的氣氛怎樣 裡面的氣氛很好 可以有歷史的價值 可以欣賞到 因為之前都沒見過 譬如那些信 他們寫的親筆字 沒見過 好像見著他一起寫 這樣